這個HOME POG MINI應該有五種顏色 有黃色、橙色、深藍色、白色和黑色 白色和黑色是舊的顏色 新色有黃色、深藍色和橙色 如果我正常喜歡買白色的 但沒理由買舊色的 它有新的顏色 深藍色和黃色我都掙扎了一陣子 黃色和橙色的顏色 橙色就像一塊橙色一樣 所以最終選了黃色 實物也蠻漂亮的 其實外面的商店都看到了 有些顯示器 可以先看看顏色 才決定買哪一隻顏色 它放在一起的顏色 五個顏色其實蠻漂亮的 如果有機會再買的話 買其他顏色一起 整個顏色的配搭也蠻好 因為它說每個角落 可能放一個可以當廣播形式 這樣可以一說話 就全部人都聽到 想想你在哪個房間 只要你放一個 這個HomePod Mini 都可以收到音 收到大家說的 不需要在這裡喊 這麼辛苦 好像舊橙 很重 盒子很完整 很漂亮 沒有爛 說明書 有些貼紙 不同語言的說明書 不同語言的說明書 有中文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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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像舊橙 真的好像舊橙 大小聲 它這個盒是 挺好的 運回來的時候 是沒有爛 沒有損相 挺好的 用書 好 之前一部iPad 它那個盒子都壓扁 因為外殼都很實 那我們就開始試試設置了 一開iPad 已經detect到HomePod Mini 一開iPad 接着它一边按一边设定 接着它这样说放上去 接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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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此四位數字以繼續 9511 設定好了 那我們試試播Youtube的音樂 然後試試按大小聲 成功 然後試試問她天氣 喂Siri 今天天氣怎樣 現在下雨氣溫28度 將會多雲 然後今晚下雷雨 氣溫平穩 平均大概28度 再試試問曼城天氣 喂Siri 那今天曼城的天氣怎樣 是嗎 在英國曼赤斯特 現在下雨 氣溫16度 將會多雲 然後由下午開始下雨 今天最高氣溫會去到18度 最低氣溫會降到16度 我們又試一下怎樣解決 如果想重設HP Mini 首先拔到它的插鬚 然後等10秒再插頭 然後再等10秒 用手指按住HP Mini的頂部 看到白色旋轉光之後 繼續按住 等它變紅色 然後HP會說即將重置 再聽到三下Bit聲之後 就可以放開手指了 完成 這樣就可以重新設置 HP Mini 記得LIKE Subscribe Share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